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钱都是爱心人士委托他捐给当地贫困孩子的 英子计划在年前把这些钱都一一送到孩子们的手里 这天是周末 英子一大早就出门了 今天他要把几位网友挥来的五千元钱送到一个白血病化儿的家里 从他的住地到孩子的家来回得七八个小时 而且大部分都是山路 有些地方甚至还不通汽车 这个白血病化儿叫田仙城 是在2010年10月被确诊为白血病的 当时医生诊断必须进行化疗才能拯救生命 但医药费人需要16万元 小仙城的爸爸妈妈都在当地互动 全家一年的总收入才不过3万元 根本无力承担这么高昂的医药费 就在小仙城住院后不久 英子得知消息前去盼望了他 再确认他的病情和家庭状况后 将求助信息发到了网络上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 英子姐姐为小仙城募集到了10万元的捐款 因为山上不通车 得知英子姐姐要来 田仙城的爸爸提前赶了过来接英子上山 摩托车在这海拔一千多米的崇山峻岭中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小仙城的家 再次见到小仙城 英子感觉他的气色 比一年前刚刚患病时好了很多 他很长方向的 你能养上很多的 好活的 好活的 在我里去 看你们在我里去 这个二种运达我说 对不起人们了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我说不是人们 这个二种运达人都不存在的 也是 去到我们一点 从没活出来 现在好多 去到之后 他向我们表明了他是哪里哪里 开始我都不知道 我感觉很突然 我觉得好像不可能一样 这我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事情呢 主动找到我们 而且还帮我们捐助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 英子这次带来的五千元钱 是帮小仙城做后期康复治疗的 之前网友们捐助的十万元钱 已经帮助小仙城进行了四次化疗 目前小仙城的身体状况 已经有了好转 据医生说 小仙城只要再经过半年的后续治疗 就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了 这个是 要不然你再说 对吧 好 就是那个 那个年后没签署 那的 你好 小仙城 谢谢点 谢谢点 你什么时候去上学呀 哦 今天我就可以上学了 那特别想回到学校里吧 嗯 现在身体好多了吧 嗯 今天还好 嗯 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然后坚持去聊 好 我们去捐款 小仙城 嗯 先去买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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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英子姐姐她把这些捐款都用在了哪里 其实简单点说呢 英子姐姐呢是把自己当成了这一笔笔爱心捐款的一个争短站 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还特别请来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妙丽女志 欢迎您 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隆重的邀请英子姐姐登场 真的好 欢迎你来啊 好 欢迎你英子姐姐 好 请坐 英子姐姐今天好漂亮啊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我原来的印象当时迷迷没见到英子姐姐 横右头咱们说这英子姐姐的事儿吧 刚才片中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孩子 如果当初他得不到你在网络上募集到那笔捐款的话 你觉得他的命运会是怎样呢 如果当初不在网上为他募捐的话 可能这个孩子就会失去最佳的治疗的机会 就用他奶奶的话说可能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英子姐姐这些年来你搜集了多少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信息 就实际帮助了多少 我是从05年秋开始就通过网络来帮助那些学生 就到现在为止一共是资助了长阳及周边的贫困县市 一共是1200多名学生 1200多名 就是这300万的爱心全款 340多万 一共是网友的还是800多名网友 还有几十个在国外的华人华侨 还有外国人 说到这儿我想很多电视机前观众在想说 我们县里怎么没一个英子姐姐 要有她该多好 英子姐姐其实今天我们从我做起这个节目现场 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先不给你 你先猜一猜 到节目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 回头我们再问这个妙女士 您怎么来看的像英子姐姐这样的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帮助别人的这种行为 一个呢 我是特别的觉得英子姐姐值得尊重 因为呢 她确实在从她的这个这个慈善的举动当中 确实流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特别是她关爱我们的下一代 难能可贵的是英子有一个刻点 她是现代青年 所以她会运用网络 运用这种新媒体网络的力量 来那个调动社会的资源 我们都知道捐资助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英子姐姐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这条路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去看一下 英子姐姐的原名叫刘发英 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能够与网络接缘 并成为一名网络助学的志愿者 这其中曾经有过一段爱心故事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是国家重点扶植的贫困县 这里山栏迭障 交通十分不便 在这大山深处 有一所方圆百里唯一的小学 黄百山中心小学 二十年前 刚刚师范毕业的刘发英 作为支教老师来到了这里 我们开始上这个 那上面住毛小房的都有 现在都很有 吃不饱的时候 没东西吃的时候就喜欢哭 然后那些家长们也都对我非常的好 看到我是那么大老远去教书 就每次他们给学生送菜的时候 就给我送一份 就有的家长们就说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只让我多生了一个女儿 刘发英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女儿 但却是在长阳最富裕的乡镇长大的 刚刚来到这个贫穷的小山村时 她常常会想家 但是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 让刘发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里 主要就是比如说有的学生 没衣服穿 没有鞋子穿 我每次我总还有回家的时候 回家路过县城的时候 就给他们买 就这样 刘发英在这所高山小学 一待就是12年 她想办法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来帮助这些贫困学生 2003年 她被调往镇里的另外一所小学 随着接触到的贫困学生越来越多 她发现 单靠自己的个人力量 去帮助学生是远远不够的 在2005年秋天 武汉一家网站 两名志愿者的到来 让刘发英看到了希望 他们就到我们长阳县教育局 去了解贫困学生的状况 最后长阳县教育局 对每个乡镇的孤儿 都造了册子 然后就看到了自求证两个孤儿 就都在我学校里 那个时候我在那儿当校长 他们就找到了那所学校 随后两名贫困学生的信息 被发布到了网上 不久 爱心网友就给两名学生 寄来了资助款 这件事情让刘发英看到了网络的巨大力量 他们就教我怎么上网 怎么样登录他们的新资理助学网站 然后他们教我申请Q号 那个时候我读不读 就这样 刘发英成为一名网络助学的志愿者 很快 北京一家网站还给他开了一个板块 刘花英注册了英子姐姐的网名 尝试在网站上发布贫困学生的信息 2006年春天 她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为了保证资料的绝对准确 刘发英坚持走访每一个贫困学生 也就是从内市级 每一个寒暑假 每一个周末 在长阳县闭塞的大山里 在充满荆棘的小路上 人们都会看到她的身影 就在刘发英的网络助学规模越来越大时 她的家庭却突然遭遇了病故 父亲脑溢血突发 瘫痪在床 四个月后 哥哥因公受伤不省人事 不久后 公共又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我那个眼泪就是忍不住的 我一想自己家里 就接点出事 想我哥哥 可能又如果不马上去就再见不到他 就当时真的反正眼泪就不停的流 令刘发英没有想到的是 偏偏就在他最难的日子里 他的网络助学工作又遭到了网友的质疑 认为我是骗子在网上骗钱 他就说你不要打在了个助学的幌子 他说你不要骗我们这些好生的钱 他说你如果自己差钱 你就说了我们给你捐 很多这个事情有些在委屈 他可能自己藏着 这可能与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 我这个人就是说 你说不行我就偏要行 我要做给你看的这样一座人 也许正是刘发英这种不服输的性格 让他能够把这份网络助学工作 坚持了六年 为了获得网友的信任 刘发英把自己的个人资料 都如实地发到网上 捐助情况每个月 都会在网上进行一次爱心公事 捐钱的网友可以清楚地看到 每一笔款项的明信 而且他还始终坚持 让捐助人和被助人 不定时进行沟通和联系 渐渐的那些质疑声 也就越来越少了 你好 我刚才给你说了一个女孩 我正在家里走访 那我让那个孩子跟你说几句话吧 黄叔叔 黄叔叔好 感谢您对网友资助 您记住的钱我已经收到了 每一次走访 刘发英都会对学生的细致情况 做登记 并亲自核实 同时也会把他们的照片 拍下来发到网上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资料的绝对真实 说那些资料你都必须记载得清清楚楚 这些都在不断地变化 因为是碰到问题 就跟着改进 十二大本厚厚的资料手册 详细记录着被捐助学生的姓名 学校 年级 和每一笔捐款的来源 捐款人地址 电话号码 QQ号 金额 零款人签名 等重要信息 在网络助学的六年里 刘发英经手的钱款 没有出现过一分钱的差错 因为我亲身感受到这份在网络上的信任 得来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也不想有丝毫的闪失 来破坏这种别人对我的信任 所以就是你再累 你必须坚持做下去 而且要把它做实 在去刘华英家中采访时 他的哥哥对我们说 他佩服自己的魅力有两点 一是把助学工作坚持了六年 而且全部利用的是业余时间 再有一点 就是他能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用自己的真诚 建立了一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大家看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这个呢 就是英子姐姐网络助学领款的登记表 我随便翻了一份 这里面有一些这个英子姐姐走访的记录 包括被资助人的一些情况 这个孩子呢家里是五口人 一家人很不幸 爸爸天生是聋子 妈妈天生是哑巴 而且有精神病 不能够干活 所以这个孩子家庭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儿呢我还翻到了爱心公事 这是二零一年十一月份的 这个爱心公事上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有天津的吉林的 桂林的 山东的 山西的 江苏的 上海的 等等各地的网友 他们的捐款的这个记录 三百的五百 二百的一千的等等 数目也是不得了 可以说做得非常详细 那回过头来想问问英子姐姐 这些孩子的信息你是怎么搜集到的 我们那个贫困学生的信息 有的是学校的老师给我们提供 有的是孩子们或者说家长找到我家里来 有的是短信求助 再来写信求助 但是凡是这些 我都会派我团队的人亲自去核实 到家里去走访 而且光我团队里走访了以后 我还会电话核实 就核实资料的真实性 而且呢在一年内 我会亲自对学生进行一次回访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要亲眼看到是什么状况 那你看过了之后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得到资助呢 我们最开始的条件蛮简单 就是家里没有拿财政工资的人 现在就是家里就是那种土房子的 我现在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网络上募局捐款 怎么能够取得大家 一开始的时候 尤其开始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大家信任 把这个钱交给你 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这可能是我觉得 我参加工作已经21年了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网络助学吧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 也没有人相信你 反正骂你的什么都有 也经常被他们气哭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哭过以后 你真的你换位思考 如果是哪个地方有一个人 他说他那里有贫困学生 如果要我去资助 我不认识那个人 或许呢 你就是说我作为老师出于爱心 你说100 200 我可能会捐那么一次 但是你要我每一年捐那么多 而且是坚持这么多年 我肯定也不会做 就我觉得网络上别人不信任你 不信任你蛮正常 所以后来我就想 就说如果换成是我 我怎么去相信网上的资料 所以我就自己 那个时候一直就用手机 下乡的时候 去就说把孩子的家庭的情况 包括他的作业本 奖状 家庭情况 这些全部都把它拍下来 然后都发到网上 然后呢 学生考试了以后 开议论会以后 都把那些成绩 那些学生的照片 都发给资助人 就慢慢的 就说相信我的人 就越来越多 你这个中间有没有想说 这事咱们不干 我原来这当老师也挺好的 能帮一个帮一个 不信任拉倒 咱不求你了还不行吗 有没有打这个退坦果 有过 那是07年的时候 因为家里第二年才出事 刚才片子里面也说了 因为那时候当校长 而且我们两地分居 就说你家里的事 你都要顾 而且了你还要 称勤那所学校 觉得自己已经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经历上 都已经力不从心 所以我就在网上 跟一些资助人联系 我就说我想退出住学 我说我现在确实 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那个精力 但是有几个资助人就说 他说英子 如果你退出住学 他说我们将结束 对长阳学生的资助 当时我觉得 因为我走访的 那些学生家庭条件 我看了 确实蛮让人心寒 我觉得在那 那些资助人这么信任我 他们根本都不认识我 他们愿意把钱寄给我 转交给学生 我觉得如果 因为我家庭的事情 如果退出的话 我觉得第一 是觉得对那几百孩子 那个时候就已经 两百多受资助的学生 我觉得对他们不公平 你这样干的话 你家里人同意吗 最开始 因为我 我爱人也是老师 家里小时候也蛮穷 然后读大学的时候 钱都是借来的 他家工作以后才还钱 最开始做的时候 他还是不理解 这时候大家特别想见 他的家里的另一位 今天英子姐姐的丈夫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先用掌声来欢迎她 来 欢迎 你好 你好 欢迎 请坐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那个名字比较特殊 我姓秦 叫秦守龙 因为秦是我们土家族的姓 当初确实 他放假 放双修 放寒暑假 基本上那个时间都花在走访 做资料 这些事实际上 家务事 照管孩子 这基本上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可能心里还是有很多想法 很多情愿 就有时候劝他 你可以少做一些 少做一些 劝劝他放弃 他有时候心里不痛快的时候 他就跟我赌气 就不理我 什么什么的 饭做好了也不喊我吃 但是我知道你饭做好了 肯定做的有我一份 你不喊我自己会去吃 真的他有时候在我面前满烟 他说你看 你看我做的都是一些 你看我一个大男人 我做的都是女人做的事 什么洗衣 拖地 做饭 都是男人 男人都做的是女人的事 他就觉得他有时候 还是 心里还是有些不平衡 我觉得他的 虽然做这样一些事情 对于一个小家来说 可能我 稍微做的是多一些 吃苦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多出孩子 可能帮助很大 因为我的这个身份也是老师 您觉得就是做公益事业 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家庭的知识有多重要 我们中国有句话 俗话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要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做公益一样 像英子姐姐她身后 一定有一个成功的 像秦老师这样对她的支持 否则的话 她绝对不会坚持到现在 这是我敢保障的 因为这个家庭的支持 是别人不可替代的 我们很多做公益人的家庭 都是开始不理解 后来就成为公益人之一了 到最后 她比那公益人干的还来劲 你像秦老师她这种理念 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英子姐姐 有这么一个好丈夫 我倒是觉得 金公章有一半 应该给秦老师 我们来重复一下 英子姐姐做过的事 这个近七年的时间 通过网络征集募捐 帮助了一千多名孩子 而且募捐到了上款 达到了三百多万 仅凭这些数字 我们就完全可以给 英子姐姐和她的丈夫 这个家庭二股长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肯定一定问 这个过程当中 英子姐姐到底得到了 什么样的快乐呢 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下 当爱心资助款 源源不断地被送到 贫困学生手中时 这些土家族的百姓 用最质朴的方式 表达着他们 发自内心的感激 熊彦铭从小就是一个夫儿 是由爷爷奶奶 抚养长大的 如果没有英子姐姐 助学网站的好心人的捐助 她的学业早就难以继续了 如今在众多好心人的资助下 熊彦铭不仅高中毕业了 而且还考上了湖北大学 今后就说 这要对人心的老师的资助 还能够地学习 我觉得那个孩子听懂得感恩的 讲在学校里做义工 义务卖报 然后把卖报的钱 又捐给了个山区的孩子 受灾的孩子们 然后去做了那个洗字幼儿园 去服务了一些自闭症的儿童 心理上书的 他跟我说他和他们相比 他觉得他很幸福 我们做助学 帮着他读书 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 教我们这份爱心传递 刘发英学校里 曾经有一个叫天龙飞的学生 有一次他不小心在学校里摔断了胳膊 无意中 刘发英了解到孩子的家庭非常困难 就把孩子的资料发布到网上 很快就有人为他寄来了 300元的医药费和50元的营养费 后来就他为了表示他的感性 他没到过县城 他这里就杀了一头莲珠 他就是他一半 我一半 而且没有给我把它切成块 就是那么从头到尾 就是那么一半 那么一大个袋子 他们母子俩就是坐车问路问来的 她叫方亚东 18年前 她是英子姐姐在黄柏山交口的学生 如今她已经是一名个体老板 十几年过去了 方亚东至今仍珍藏着英子姐姐 送给她的特别礼物 这个孩子 他在我班上读的时候 他已经是三年级 他十岁了 他也是无意中 我们在考伙的时候 他就说 我正好跟儿子在穿毛衣 他就说 那毛衣穿得肯定很暖和吧 我说是啊 他说我没穿过 就他在无意中说 我没穿过 我也没穿过凉鞋 当时觉得当母亲的 觉得心里还是那么一酸 我们在学校里读书 条件非常艰苦 一所比较担保 然后刘老师那个时候 就给我吃了那件毛衣 其实当时吃毛衣的时候 最开始 刘老师叫我到他宿舍去的时候 给我量身体的尺寸 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 用到那个毛衣吃好吃后 牛老师给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是给我吃的 当时好感谢 是吗 我觉得红毛衣是那个 就是牛发运老师 牛给我的 可以说在屋子上 现在是最珍贵的一件东西 这次方亚东和母亲 辗转找到英子姐姐 除了想来看看 当年给自己最多照顾的英子姐姐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想通过她 找一个可以资助的孩子 英子姐姐在大山里 支教18年 带过的学生中 有不少人和方亚东一样 工作后 开始帮助那些困难的孩子 还有的学生 成为了她助学团队的一员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爱心传递 英子姐姐才得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 英子姐姐在网上的征集捐款 帮助了很多人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也得到了很多快乐 就是刚才这个红毛衣的故事 我听了真的很多人会非常感动 一个孩子 她从来不知道毛衣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穿到身上是什么感受 那英子姐姐就亲手给她支了一件 而这件送给她的礼物 可能不仅仅是一件毛衣 是她带在一生的成长过程的一种爱 回到我们这个妙女士 像这样很多偏远山区的孩子 在英子姐姐的帮助之下 让他们有机会去读书 你觉得这对孩子 整个的人生的影响会是什么 这里面这意义可不是一般的意义 因为你想英子姐姐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千二百个孩子 受到了应该受到的教育 可以说这转变了她一生 而且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也把这一个家庭解放出来了 甚至一个家庭光彩了 就影响到一个村子 一个地区 所以这个事情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另外通过这样一个改变孩子命运的过程 孩子自身受到了社会的关爱 他觉得社会是温暖的 所以他的成长一定是非常健康的 而且我们从短片里也看到了 那么英子姐姐对他们的这种爱 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他们心底 这样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像您刚才说的 一直得到了这种爱的呵护 那么将来长大了 他会回报社会 谢谢您 英子姐姐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曾经跟你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今天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今天我们确实是找到了一些 曾经为英子姐的这个捐款 捐赠的这些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你们举手先示意一下吧 好不好 在哪 在前面 哎呦你看 这个年龄层次也不一样 还有那么小的小朋友 你好 英子姐姐你好 那个社会对于那个 今天我能见到你啊 来到北京 然后那个 我是原来是从那个 无意中从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新闻栏目 然后报道英子姐姐这件事 然后当时呢 只是一耳朵听见还没看见人 然后后来呢 就是从网上 然后就去搜 搜英子姐姐这个网站 然后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种捐赠方式特别好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觉得既然爱心传递了 然后又方便了我们 所以呢 我就开始那个 跟英子姐姐联系 然后呢 就开始资助学生 我也特别希望那个英子姐姐 把这份事业坚持下去 然后呢 那个也希望你呢 健康快乐 过得幸福 谢谢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网名啊 对对对 你不是说了吗 你还是没对人号 你网名叫什么 我的网名叫 咸云野鹤班 咸云野鹤班 制作了蛮多的学生 是吧 这里面就有孩子们 写给他的信 因为他没有留地址 刚才表情特别有意思 他们咱们俩都知道你 你看 他知道 因为制作了有的学生 是他学校的 是他们学校的 是你们学校的 其他那个齐老师 全部小就还提了钱的 有三个孩子 天杰 田的杰 还有一个 田的杰 您记得真清楚 你看 从这个一个小的细节 我们知道英子姐姐工作多认真 对 确实是 我觉得那个英子姐姐做的这份事业 我觉得特别佩服 然后而且能坚持这么多年 每次那个捐款以后呢 那个英子姐姐都及时的 这个把信息 然后发到网上 先是把发到网上 然后呢 那个把孩子们的那个来信 然后用QQ给我传递过来 然后现在呢 然后英子姐姐又开启了 那个QQ微博 然后我也关注到 然后当时好像是第二天 就能及时发到微博上 我觉得那个特别的透明 然后而且呢 对我们捐助者来讲 我觉得特别方便 实际上啊 咱们大多数网民啊 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关键就是说 我们做慈善的人呢 要善于把自己的慈善的事业啊 要通过网络 通过平面媒体 网络媒体 新媒体 要广泛的告知 这样的话呢 我们你像咱们中国福利基金会就坚持 不仅要把结果告诉给大家 还要把这个过程 要全透明的告诉给大家 那么英子姐姐做到了 所以呢 因为全透明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的捐助者一样 他捐赠人 感觉到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是这样是吧 他因为他自己的这种捐助 整个都亮相到社会当中来 他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然后被捐的人呢 也感觉到有尊严 特别是广大的网民 看到这情况以后就放心了 所以就带来更多的人的捐助 因此就形成了英子现象 确实是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些 跟英子姐姐 素未谋面的这些捐赠人 他们也各自分别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的礼物 那请他们上台来把它交给你好不好 好 来 英子姐姐又是一个 谢谢你 又是幸福的一天 我相信英子姐姐的自从开展这个捐赠助学的事情之后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做什么 我就是给了个资助人和孩子们之间签了个线 我觉得真正值得表扬的 真正伟大的 真正的好人 是那些资助人 而且他们和我素不相识 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助学不坚持做好 不坚持做下去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 所以我也想在此呢 祝所有的那些资助人 好人一生平安 特别好的一点呢 现在呢 他已经得到了武汉清机会的支持 给他单开了一个账户 这样就使他的这个捐资啊 更有权威性 就更有一个机构来帮助他来接收这些上款 就更增加了这个在网上的真实性和透明度 其实我们也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认识英子姐姐 因为我们知道英子姐姐通过近七年的时间 她在努力的做一件事情 甚至是牺牲了自己家人团聚的时间 和自己家庭的这个经济利益 她在努力在这虚拟的网络上打造一面旗帜 就叫做诚信和爱心 我们也希望在英子姐姐的帮助下 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得到应有的帮助 好 今天的从我做起就到这里 我是盛春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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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